别跑 站到 小龙 怎么了 给我站出来 我救不出去 怎么了 快出来 阿姨 什么事啊 你看 他车无缘的花生苗 这都是他车的 小龙 你把他叫花生苗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那是花生苗 我以为是草的 你还是农民吗 你连花生苗都不认识 阿姨 对不起啊 他不是故意把你家花生苗的 是呀 阿姨 要不我们赔你点钱吧 算了 钱又不要你们赔了 都说快去我站花生苗 那对不起了 阿姨 我就拔了 怎么的 你的把我怎么样 你还说 妈 我给我打我 该打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干嘛呀 你们都欺负我 我还不干嘛 你看 这个不生气的儿子 怎么办呀 好了妈 你别生气了 他就那样 把你气着了 犯不上 我姐也来了 小林 你来了 姐 你怎么来了 小龙吗 小龙他先回来的呀 他没回来吗 没看到他回来呀 我在这儿坐很久了 又去催你玩牌去了呗 不可能吧 他都说以后再也不玩了的嘛 小龙哥的话你还信啊 那一次他不是刚送完就又去做了 那怎么办呀 可别再又输钱了呀 林飞 你知道你小龙叔玩牌的地方吗 知道 他带我去过 走 带我去找他 就是这里 小林 小龙他又惹你生气了吧 你看在故意的面子上 别和他计较 小龙他今天早上到我公司 没打扫卫生就走了 还和小龙借了三百块钱 小龙不想借给他 他还威胁小龙 说如果不借给他钱 就让我开除小龙 这事也就小龙哥他干得出来了 小龙他从里公司出来 就跑到我公司来闹了 说在里公司扫厕所 这宝洁都是我出来收主意 刚才还在地里拔人家的花生苗呢 我说他两句 他把那锄头扔下就走了 喂 要不还是让小龙回家待着吧 帮你干点龙活啥的 我实在没精力管他了 小龙 你可不能不管小龙呀 你要是不管他 他这辈子不就废了吗 是啊姐 你们要是不管小龙 他这辈子就真的废了 我爸妈也不能让我们在一起呀 你让我怎么管他呀 说什么话都不听 当年答应了好好的 转个身就不是这样了 小龙 你可不能不管小龙啊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呀 什么 亲弟弟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小龙他真的是你的亲弟弟呀 怎么又变成我的亲弟弟了 美妮 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妈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就有生孕了 小龙他是爸的亲生儿子呀 啊 这是真的吗 嗯 我改家后 六个月就生下了小龙 小龙是杨静的亲兄弟也是你的亲弟弟呀 哥 你放开我 我不去玩了还不行吗 在哪儿找到的呀 你问他自己 小龙 你去哪里了 不会又去玩牌了吧 小龙 小龙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呀 他正在玩牌呢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钱都输没了 还正准备给他们借钱呢 你这个败家的 怎么又去打牌了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打我干什么 不就是输了几百块钱吗 你这话说得好轻松啊 我就输了几百块钱 你这几百块钱哪儿来的 是你自己赚的吗 是不是我赚的关了什么事 我又没花了一分钱 小龙 你怎么和你嫂子说话呢 咱们家救他最坏 什么事都是他出的主意 要不我能去姐姐公司扫厕所吗 小龙 你怎么忘恩负义啊 你忘了那些人来家找你 是谁帮你处理的 小龙 没有我姐 杨姐姐和姐夫能认你们吗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是他帮我的怎么了 他是我们杨家的儿媳妇 就应该为我们杨家人做事 别说了 我说怎么了 正好我们家人都在 你说说 你身为我们杨家的儿媳妇 你为杨家做什么贡献了 我为杨家做过什么事了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又为杨家做过什么事了 你为杨家做过一件有利益杨家的事吗 自从你回到杨家那天起 不都是大家在想方设法的帮你 替你还债吗 你好 家了我们杨家几年了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好 你看到了吧 说他几句还说不得了 就生气走了 给谁脸色看了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每年都让你们两个去走了 你们还想干什么呀 哥 少子走就走了呗 姐 现在就是咱们自己家的人了 咱们商量一下 给我和小薇买房买车的事呗 买房买车的事 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等你学好了 你和小薇结婚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买房买车的 姐 干嘛要等啊 你现在就买呗 现在买完了 我和小薇我们马上就结婚 小林 我看这样挺好的 你和小静 先把房买车给小龙他们买了 然后尽快让他们结婚 再生个孩子 我就能抱上孙子了 那以后呢 他们结婚有孩子了 以后怎么办 小薇在家带孩子 小龙还像现在这样 整天游手好闲的 怎么养家 怎么养孩子 姐 这还不好办吗 我和小薇结婚 有孩子以后 就让我嫂子回家 安心地和哥 背影生孩子 把我嫂子的公司给我 这样不就行了吗 什么 小龙 你在说什么了 把你嫂子的公司给你 亏你说的出口 你有那个能力 去管理好公司吗 哥 你急什么呀 我现在没有能力 我可以慢慢学嘛 再说不是还有小薇了吗 小薇在我嫂子公司 工作这么长时间 她也学会很多东西的 小龙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一会儿要买房买车 一会儿要管理你嫂子的公司 你有这个能力吗 小薇有这个能力吗 你俩要是真行的话 日子过得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姐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你们真的就觉得 我一点能力都没有吗 小薇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还真想把美宁的公司抢过来吗 我没有说我要抢公司呀 我只是说我也有能力管理公司 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不想办法自己去创业 去赚钱 只想在别人身上捞好处 我可没想在你们身上捞好处 也没想要美丽的公司 这些都是小龙说的 是我说的怎么了 嫂子她现在生不了孩子 就是因为公司的事太多累的 把公司给我们 嫂子安心的去生孩子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们聊吧 我要回公司了 下午公司还有个会呢 小俊 你不走吗 走 我和你一起走 走吧 姐 我的事还没说呢 你别着急走啊 等于有时间再说吧 我着急回公司开会呢 姐 哥 你们别走啊 我的事还没说完呢 看什么快去走啊 小薇 要不咱俩别去了 不去 可以啊 真的呀 太好了 小薇 你干什么去啊 咱俩分手吧 我回家去 你别走啊 小薇 怎么又要分手啊 你不去找美玲 就买不了车根吧 那咱们不就得分手嘛 你别走 我去 还不行吗 行 那你快去吧 那我去了 怎么说呀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先进去给美玲道歉 让她原谅你 然后再说咱们买房买车的事 那 咱俩一块去吧 我不跟你去 你自己去 这事都是你惹出来的 怎么都是我惹出来的呀 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我让你去讨好你姐美玲 你哥她们 没让你去得罪她们 现在你把美玲得罪了 谁帮你办事啊 那 你去不去 不去我走啦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那你别走啊 在这儿等我 快去啦 快去 回家 回家 怎么了 回家 怎么了 回家小姑 怎么了 有个人坐在门外 谁啊 是我 小老 你来干什么 我想你们了 来看你们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 吓死我了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就走吧 别影响我们动作 嫂子 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嘛呀 太不像话了吧 昨天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的公司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没事别来我的公司 嫂子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 你还是我们洋家的儿媳妇 你的公司就是我们洋家的公司 怎么就和我没关系了 小龙叔 你脸皮也太厚了吧 就是 我解释你们洋家的儿媳妇又怎么了 她的公司就应该属于你们大家的吗 你想的太美了吧 这是我们的家设 你们外人少插嘴 嫂子 昨天说你生不了孩子 是我不对 但是我也没说错呀 你结婚三年了 确实是连个孩子都没生出来 所以说错的不是我 原因还是在你身上 你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小龙 你会说人话吗 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专门来气我姐的吗 你给我滚出去 我干嘛要滚出去啊 这是我们洋家的公司 小龙 你的脸皮可真的是够厚的 小龙叔 你快走吧 别在这儿惹我小姑生气了 明威 你也赶小兔走势吧 你忘了小兔是怎么对你好的了吗 你哪对我好不呀 竟教我做坏事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太没良心了 你可别磨叹了 给我滚出去 你让我干嘛呀 我救不出去 你不出去是吧 好 我让你不出去 出不出去 你 你干什么 你给我出去 我就不出去 你还敢打我怎么的 好 我让你不出去 你还跟我打呀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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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怎么样了 美琳原谅你了吗 原谅什么呀 你因为我每天把我赶出来了 他们为什么把你赶出来呀 是不是你又说不中听的话吧 哪有啊 我进门就给嫂子陪你道歉 他们不原谅我 还把我赶出来了 怎么可能呢 哎 你们两只在干嘛 怎么不进去呢 哥 你可上来了 嫂子还没把我打出来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把你打出来呢 打哪啊 美娇把少子都打的 我跑得快没有打着我 美娇为什么要打你啊 我上去给嫂子陪你道歉 他们没得我说完话 就赶我走 美娇还有少子打我 小龙 你嫂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吗 你如果是诚心去给她道歉 她会赶你出来 你小子要是不忍她生气的话 明飞和美娇 会把你打出来吗 小龙说的没错 我让她去给美娱道歉 不一会儿她就被赶下来了 那好 跟我一起进去 让我看看怎么回事 我可不敢去 他们别再给我打出来 怎么 做贼心虚啊 有我在你怕什么 走 各位 你也一起上去吧 小龙说太逗了 美娇姑姑刚把扫把举起来 就把她吓得赶忙就跑出去了 小姑姑来了 你进来啊 谁呀 姐夫 是你啊 小龙 你还敢来 我上班了 小龙 你干嘛呀 姐夫 你松开 我把她打出去 小龙她总欺负我姐 好呢 美娇 别闹了 姐夫 她当然对我姐 你还让她今天干什么呀 小龙她毕竟是我亲弟弟 我总不能把她记住门外吧 美娇 让她留下吧 她们有什么话要说 让你留下可以 你给我老实点啊 去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服是吧 好吧 别闹了 美娇 哼 小龙 你坐这吧 小龙 你说说吧 你今天干什么来了 我 看我干什么 快点说呀 我 我是来跟嫂子陪你道歉的 嫂子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说你一篇事多 总出收主意 就这样就完事了 那 那还有什么呀 你自己都说什么了 你不记得了 还问我 别的 我没说说什么呀 你都说我姐不能生孩子 你忘了吗 这个我还用道歉呀 我又没说错 嫂子她确实没有生孩子呀 美琳 你别生气啊 先坐下 小龙 你怎么回事啊 美琳她生不生孩子 关你什么事啊 你妈妈和你姐姐可以说 是你这个小叔子该说的吗 快给美琳道歉 啊 这也道歉啊 美琳 啊不对 嫂子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说你不会生孩子 美琳 小龙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就原谅他吧 好了小龙 我原谅你了 嫂子 你别着急走呀 嫂子 你都原谅我了 就在帮帮我呗 我房找我菜的事怎么办呀 我去找姐姐 她说她没有时间管我的事 还得你兄弟帮帮我呀 小龙 我虽然圆圆你了 但是你这事我管不了 昨天在你家我就跟你说了 你这个事你又别找我了 这 哥 怎么办呀 美琳 你就帮帮小龙吧 这也属于帮我了 不然我们就得分手了 你们分不分手 那是你们的事 我管不了 以前我是怎么对你们的 现在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呢 我不可能在同样一件事上 犯两只错误 我的公司 你愿意干 你可以干下去 你要是不愿意干 我也不强留 美琳 你就是在赶我走吗 咱俩好了那么多年呀 我没有赶你走呀 你要是想留下 你就继续留下 不过你要是想留下的话呢 你就安安心心地工作 不要总是挑剥是非 我没有挑剥是非呀 小龙她做的那些事 都是她自己做的 不是我让她做的 对 不是小薇叫我装病骗你们的 看到没 你们自己都给说漏了 我们又没有人说是小薇姐 让你装病骗我们的 你自己就给说出来了 美琳 我不在你这干了 我走 小龙 以后你别再找我了 咱俩车里分手 小薇你别走啊 小薇 美琳 你干什么呀 你干嘛又把小薇撵出去了 小龙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办呀 你只管心疼她小姑呀 我还没说你呢 你姐和小龙她们生气 你也在这胡了 你是小孩吗 你也不懂事吗 姐夫 你怎么又冲着我来了 我对小龙她俩这样 是为了啥呀 还不是为了帮你俩的小家 为了向上你老婆呀 有你这么帮忙的吗 要是没有你乱餐后 他们也不会闹得这么僵 你们别躺了 你给我出去 先找你爹爹和你妈妈吧 我 出去 出去 什么时候难道你们两个插嘴了 姐姐夫会不会生气不回来了 管她呢 爱回来不回来 姐夫回来了 怎么是你们呀 妈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你们家我不能来吗 妈 你看她把我脸出公司了 这个房子也让他们给霸占了 你胡说什么呀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姐姐姐夫家的 来 妈走 你为什么要把小龙搭去公司 为什么还要侵犯小龙和小薇 我没有拆散小龙和小薇呀 你还敢说没有拆散我和小薇 你要是不把我赶出公司 不把小薇逼走 我们能分手吗 你们为什么把什么事都算在我姐头上 为什么不先想想你们自己做的什么事 来你自己说一说 我姐为什么把你开除呢 这事不愿我小姑 都是小龙叔的错 是小龙叔要抢我小姑的公司 这是我们的家事 什么时候难道你们两个插嘴了 我们插嘴怎么了 我们要是不插嘴 我姐姐还不得被你们欺负死了 你个小丫头说什么呢 压尖嘴里的 你们两个没有个好东西 妈 你想干什么呢 怎么还来我家里面吵了呢 我来你们家吵怎么了 这也是我儿子的家 对 是你儿子的家 妈 咱们不吵了行吗 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 邻居听到了会笑话咱们的 你要是怕别人笑话 就别把我赶出公司呀 现在知道后悔了 完了 那你们想怎么样啊 给我一个说法 为什么把小龙赶出公司 为什么还要切散小龙和小薇 来妈你别生气了 坐下手 丁飞 说吧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解释什么呀 这是我姐姐的家 你们来大吵大闹的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你姐姐家 这是我哥哥家 这是我姐姐结婚前 买的房子好吧 还说是你哥哥家 你咋不说是你家呀 真不要脸 你说谁不要脸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怎么了 ,不要脸 臭不要脸呢 我让你说 你还动手 你怎么还打门呢 呀 啊,我不能活了 妈,你怎么了 妈 妈,你怎么了 快请来坐下 小鸡 你可睡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你就借不着妈了 美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把我妈怎么了 我没有爸爸怎么样了 我一直在安慰妈呢 我和妈来看嫂子 嫂子和美娇赶我们走 不让我们再再待着 说这房子是她从娘家带来的 美妮,你想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小龙,我什么时候赶你们走了 小龙她说什么你都相信是吧 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阿姨和小龙过来是来亲事问罪的 他们俩一进来就大吵大闹的 我们没有吵大闹 我和妈是来看嫂子的 刚进门没说几句话 他们就要赶我们走 小晋,你这个喜欢性格不得了啊 已经拥不下你妈和你弟弟了 小龙,咱们走 别给你给我添麻烦 妈,你别走 先坐下 就会坐 美妮,我妈跟小龙是怎么惹到你了 你为什么处处都要针对他们俩呢 我什么时候针对他们俩呢 妈,你某种你的良心说 你和小龙一进窝 没有说过一几过分的话吗 都是你和小龙在闹 再次问我为什么把小龙赶出公司 拆散小龙和小薇 你问问杨静 我是因为什么不让小龙在公司工作的 小薇又是因为什么辞职的 姐夫,今天的事根本就不用我姐 都是阿姨和小龙搞出来的 今天的过程我都让明飞给录下来了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看看视频 你们干什么呀 怎么还弄下来了 小薇,家里面有事我就先走了 妈,等我一会儿 妈,你急什么呀 姐夫,你这妈妈和弟弟可真够是可以的 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呀 真的是一扑二落三上吊啊 想会吃 lys床 蛇 你食べ千里 wrapping 谢谢观看